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始终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 国人讲天道酬勤春华秋时 中国人民坚持聚精会审稿建设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持之以恒 弃而不舍 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工业国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四十年来 按照可比价格计算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 百分之九点五 中国对外贸易额 按美元计算 年均增长 百分之十四点五 中国人民生活 从短缺到充裕 从贫困到小康 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七亿多贫困人口 成功脱贫 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 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 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 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 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 基本国策 打开国门稿建设 成功实现从封闭 半封闭 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 中国对外开放中展现 大国担当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到共建一带一路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和国际金融危机 做出重大贡献 连续多年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百分之三十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促进了人类和平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视野 今天 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 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 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 顺应了中国人民 要发展 要创新 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 要发展 要合作 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 中国改革开放 必然成功 也一定能够成功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 给人民提供了许多 民族珍贵的启示 其中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要振兴 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 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发展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 打赏